另外這個涼感 對身體有沒有傷害 基本上對身體不會有什麼傷害 不過只是說 它對於身體有降溫的功能 因為其實大家想到防曬 一定會想到熱 像夏天對不對 所以大家在夏天 很特別注重這一塊 雖然防曬是一年四季 都必須要做足的 只是說夏天的UV光線比較強 所以大家在做這個防曬 種類的選擇就會很多 夏天老師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錯 對 因為其實說到死角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大家猜上去的問題 那涼感我覺得看個人的選擇 不過有涼感的話 基本上你的皮膚 如果有一些些微小的傷口 你要特別的注意 比如說你可能 比如說你可能背部有長痘痘 哪裡不小心有點傷口 有可能會造成肌膚發炎 我們在使用這個防曬噴霧的時候 因為畢竟它也是有化學性的成分 因為它是水狀的 基本上我們的物理性防曬 就是要幫你做到一個很好的遮蔽 遮蔽以後你就可以馬上出門 所以你在噴這個防曬噴霧的時候 像我這個也有涼感 也有美白 這個有更多 對 這個就是你在噴的時候 這樣噴上來對不對 怎麼那麼白 你就會覺得是白白對不對 然後大家可能會說要用膜 我建議大家不要用膜的 就是你在噴著噴霧的時候 你噴上去 我離遠一點 這樣子噴上來對不對 是不是就有了對不對 對 全部都一直拍 用拍的 然後你的拍的定點 就大概在你的一個局部的部位 一個拳頭的部位 輕輕拍就好了 可是這個只能用 它要拍很久 不會 還好 你看 它拍進來對不對 你的均勻度才會夠 因為有一些人 他可能他不想要有這麼多 複雜的一些防曬品 帶在身上 我要帶乳 又要帶什麼 又要帶噴的 噴得很方便 我帶一瓶就好 但你千萬不能只噴一次 因為它一定會有死角 等於說它可能 你這邊有噴到 這邊反而被你一磨碰弄到 一多一少這樣子 所以你要噴一次 兩次 建議最少噴三次 噴三次 真的 讓他們去一趟 海邊一罐不夠 兩回就沒了 我去沖繩 我一天噴一瓶 一瓶嗎 我有講 對 你也太誇張了 不會 一天一瓶差不多 我在海邊帶四個 差不多 沒有 現在就噴完了 差不多 我們在出外景的時候 我上次帶了一罐這個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女藝人 我們睡同一間 她忘了帶仿曬 就給她噴 我們兩個兩天就噴完了 這一大罐 對 所以黃曬一定要做足功課 除了黃曬以外 夏天如果約會的時候 最怕看到女生油膩膩的臉 真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階段 我們就要討論的是 我們的肌膚 夏日臉超油的這個問題 肌膚是不是會鬧水荒呢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第三題就是 夏天使用含油脂類的乳液 乳霜保濕力會更加倍嗎 四位請作答 三個圈 一個叉 對 雅蘭先 我跟你講我以前也覺得說 用乳霜類的乳 會感覺太油 但其實我現在的乳霜 都做得很進步 它也有清爽的 你知道以前 因為我的臉是非常容易油的 所以我只要早上一起來 我以前會想說 早上一起來 我整個臉油到一個不行 可以煎蛋 我真的不騙你 一張吸油面紙 吸完還不夠 還吸不夠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那我去問皮膚科醫生 他就說 你的皮膚是屬於油性 你不能擦太乾燥的東西 因為你擦太乾燥的東西 它不夠保濕 反而更容易出油 油水不平衡 對 所以我以前是用那種 很乾的乳液去擦 擦完之後油更多 反而不夠 反而不夠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是對的 是 儀佩是屬於乾性肌膚 還是油性肌膚 我其實算是皮膚很乾的人 但是因為夏天的話 我覺得為什麼我會擦 是因為乳液我還是會用 可是乳霜我覺得 比較高保濕的乳霜 我還是會盡量避免 因為我怕不倒 我的眼鏡還沒到 到了... 我還是會長痘痘 所以我會挑乳液 但是乳霜的話 我會選擇用 就是夏天我會盡量 不要用乳霜 對 好 來 大家都講的滿有道理的 宇童妳這樣錯兩題 會不會妳這麼黑 是因為防曬官 妳一直錯誤的關係 因為我之前有發生過 跟楊燃姐一樣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怎麼皮膚 就是要很乾 而且會一直長痘痘 然後醫生就說 其實我們就是在缺水的時候 你又一直不給它油的保濕 它就會一直覺得 我不夠油 我不夠油 它才會一直出油 所以不夠滋養嗎 那夏天還要再給它 這樣營養 不是 是不夠保濕 對 要保濕 而且其實我們在家 大部分晚上 夏天一定會吹冷氣 對 沒錯 用比較保濕一點 其實差不多還滿夠用的 好 來 宇妮 我是一年四季 不改變保養品的 不會 因為冬天用 怎麼可能 對 因為其實大家想說 夏天很熱很出油 但是你想夏天皮膚消耗更大 就是白天曬太陽 出很多汗水分被蒸發掉 晚上吹冷氣水分又被蒸發掉 對 所以你不應該減少 那個保養品的量 如果我冬天 其實一個禮拜 敷臉兩到三次 我夏天反而每天都敷臉 因為我覺得水分 蒸發的量真的太大了 對 所以我一樣保養程序 還是水 精華液 乳霜 然後每天晚上都敷臉 所以女生都有一套 自己的保養方式 對 那到底這個答案是對錯 我們要請問一下憲老師 到底在夏天的時候 用乳液乳霜 真的可以增加皮膚的保濕力嗎 應該講的話是對的 大致上 對 那就是說 女童終於對 對這一題 我們要講一下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一題 就是說你夏天 有些人覺得他的皮膚 可能很容易出油 對 已經夠油了 對 所以他完全不用 乳液乳霜這類的產品 這是錯的 所以如果你夏天的話 應該要適合每一個人的膚質 來挑選一款 適合你自己肌膚的 脂質類的產品 因為脂質類的產品裡面 也含有油脂 對 那因為皮膚它是有生理作用的 我皮膚就像剛剛雅蘭姐 她們講還有女童 皮膚一直出油 有可能我皮膚裡面很缺水 所以會造成我的生理機制 是一直要出油 出油要來做什麼 保護皮膚 出油來保護我的皮膚 讓我的皮膚不要再繼續缺水 這樣是對的 那因為你這樣子的皮膚裡面 已經是缺水的狀況 你更應該要給它一些 保濕的適時力的一些油脂 不然的話 很多人在這類的肌膚方面 他會想說 我油到已經可以煎蛋了 我保養品白天熱到流汗 我保養品都擦不進去有沒有 大家都會這麼想 皮膚真的是嚴重的缺水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你的皮膚狀況 一定要選擇好你的膚質 對 加上一個正確的 一個脂質類的保養 才是正確夏天 該給你肌膚 補充到最好的一個保養功效 到目前為止全對著有誰 我 妳好 好強喔 還好語童答對一題 如果六題問完全錯 我們就確定它是個男的 好 還好答對了 好 接下來出我們的第四題 我們的第四題要考考大家的是 外出臉好乾 只要靠保濕噴霧就能補水嗎 那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來 四位請作答 難得 難得全部都是打擦 那我們就先從好不容易 答對羽童 因為我覺得 我之前有試過 就是我臉很乾的時候 然後我就噴 可是我就覺得 反而那個妝 就是會有那個粉 就是會一塊一塊 對 就會就整個這樣一坨一坨在臉上 然後後來我就 因為我的眼睛比較大 然後說眼睛大 就是容易眼紋會很深 那後來我就發現一個方法 我就會帶這種 就是可能買好一點的護唇膏 然後護唇膏 就是不要蠟汁太多的這種 就是很滋潤 然後我在出眼紋的時候 我就把它就是 拿來塗眼睛 然後就是壓抑 它的紋就會不見 可是這也要看人 有些人 像比方我皮膚太薄的人 我擦就很容易會長那個 一個口感 一定要用那種乳霜 像有一些有賣那種 是真的是很高狀的 因為可能是護唇膏 它不會到這麼油 所以就擦起來就還好 然後過一下子之後 你就可以再壓個蜜粉 就可以定妝 所以宜佩為什麼覺得是擦呢 因為我也跟她宇童一樣 我之前就出外景 然後我完全不曉得 我想說要補水 所以我就一直噴 然後噴完之後 整個臉變好乾 然後你會覺得你的臉很緊繃 因為它一噴完之後 太陽一曬 它馬上就乾掉 然後會覺得你的臉會異常的乾 補水 但沒有鎖水 然後我有一次去外景的時候 我也就是這樣噴 噴完之後 我回家整個臉都 泛紅到不行 就整個大缺水 後來我大概每天濕敷 然後敷那種很厚的面膜 所以我大概一個禮拜才好 我有請教皮膚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說 不是說你缺水 你就要噴那個噴污 因為會越噴越乾 對 所以宜佩它有這種切身之痛 對 我們請問一下憲老師 這保濕的噴污是幫我們補水 還是會越噴越乾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不是 老師剛剛答錯 錯 我感覺錯 沒錯 因為大家 不過先講一個 就是大家在噴保濕噴污的時候 第一個你噴完一定會覺得 好像有補到水 對 好用水 因為腳是沉溼 對 那是第一個感受是這樣子 是沒錯的 因為它不可能幫你的肌膚 完全的會補到水 可是可能10% 5% 不過5%以下可能有可能 不過大致上整個 大體上表現出來 是沒有補到水的 因為皮膚還是需要油脂的 所以你那些水 沒有辦法進到你皮膚裡面 因為它只有在表面上 對 就在表面而已 如果你真的要補到水的話 還是要靠一些油脂來腫 我今天有帶來特別的 這個就是臉部的 你看這一瓶 好漂亮喔 它是油跟水的保濕噴霧 對 兩種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要搖一搖 它有香味嗎 不會黏 很舒服 真的 看起來好美 對 這一類的保濕噴霧 就比你純水的保濕噴霧 效果來得更好 對 它有油 對 然後你這樣噴起來 好 妳要去嘗嘗看 這可以噴臉嗎 這是臉專用的 真的 我要噴油脂 我可以蓋油 不要啦 因為它是粉紅色的 你這樣噴臉 那你就不要碰 你有妝就不要去摸它 就讓它吸收 然後慢慢吸收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類的產品 就比你純保濕噴霧的保濕功效 應該不賴 會來得更好 然後像雅蘭姐很注重身體 油油水水的 對 蘭姐很注重身體 它有別的品牌 你剛剛說要蘭姐嗎 身體的 蘭姐 她比你了 這個是身體的 這是身體的 也是油水的 對 它有油跟水的 也是要搖一搖 對 這個就要搖 你有覺得女生的錢 真的很好賺嗎 對 現在只要設計粉紅色 大家就會變成了 她就想要 想要 這個 這個是身體的 它不會油 身體是代表怎樣 身體要配妳嗎 沒有 身體就是 身體有滑滑的 身體大便即使用 對啊 身體比較大怪 然後妳身體的擦起來 也很清爽 真的 我要買 我要買 所以老師 如果像我們挑選對了 就是選到油水成分的 然後我們噴完了之後 要不要幫油 如果說妳有妝的話 基本上就不要碰它 它會吸收 那身體 身體的話妳就可以輕拍 所以只要拍一拍就好了 輕拍或按摩都沒有關係 這兩個是 不同牌子的嗎 不同牌子 不是 這種牌子的 這個不用 超級體乳了 那這個很方便 它因為有油 所以可以鎖水 對 好喜歡 對 這個很方便 所以在冷氣房裡面 是需要怎樣 是可以的 那當然是 團購 團購 等一下 這個是大體上都是很OK的 那有些比較特殊的皮膚 可能很會長粉 我們喜歡這個味道 我們喜歡這個味道 對 妳還都不讓我講話 對 他們有品牌子 他們的風 不是 你看 因為女生一多 通常比較巧一點 就是粉紅色跟身體 就是有身體跟臉的 對 所以我跟著講粉紅色 你看 就是可以挑選這類的產品 會比你原本的保濕噴霧 保濕的效果來得更好 這很重要 因為像保濕噴霧的產品很多 但是常常往往補水 就沒有鎖水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變更乾 那如果它有油水成分的話 它就可以把水鎖住 所以夏天除了防曬 保濕以外 更重要的 應該是曬後之後的修復美白 對 沒錯 曬後 我們到底要怎麼照顧我們的肌膚 可能有很多人也是無薩薩 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接下來考考大家 我們的第四題 就是從化妝水到乳霜 使用全套的美白產品 美白效果最好嗎 來賓們 你覺得是嗎 來 請作答 全套的美白產品 幹嘛 妳同學跟人家不一樣 幹嘛 不一樣 到底是誰對誰錯 好 那我們就從藍姐開始 藍姐 藍妹 我覺得啦 因為美白的東西大部分 都是酸類 所以如果當你在擦美白的東西 都是一系列的 我覺得它會過重 當它過重的時候 而且你的 如果你的用的方法不對 它搞不好會反黑 好 宇童覺得圈 因為通常我們買 這次去買保養品的時候 美白產品都是賣一套的 對… 不要買一套錢 不要賺你的錢 因為保健食品 也是什麼都要買 妳要吃全部嗎 妳看幾個女人在一起 好可怕 真的 美白產品通常都比較貴 它當然想要買你全套 可是宇妮如果說不行的話 它幹嘛要每次主打 都主打一套 身體 妳怎麼會買 我這樣會被騙嗎 好 來問一下宇妮 我覺得我剛剛有說 保濕其實真的很重要 然後有一些曬黑的斑點什麼的 也是靠保濕 才會讓它淡化 所以我通常不會全部都用美白 也不會不用 就是可能精華液用保濕的 然後個別斑點的部分 用美白的精華液 然後我覺得曬過之後 想要變白比較快 除了擦美白的產品之外 我覺得代謝很重要 所以我只要去就是海邊 或者是戶外曬太久 我回家一定會先泡澡 就讓自己的身體變態粗 可是曬完有的時候 皮膚燙燙的泡澡 你不要用那麼燙的水去泡澡 就是溫溫你皮膚接受的那個 讓皮膚去循環 血液循環比較快 然後再擦美白的乳液在身上 我覺得那樣比你單純 全部只擦美白 但是沒有讓它帶血來得快 請問一下盧醫師 如果說使用全套的 美白系列的產品 真的就可以讓增加美白的效果 效果的部分來說 當然是 好 這樣保養真聰明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像我在幫他做按摩 我都沒有幫他做很特別 可能要怎麼打圈 要幹 我的手都是大面積的包 因為其實你在大面積的包的話 這樣子的方式也是很方便 為什麼會丟臉 我說啦 對 你的眼睛太多了 而且你的眼睛有高陰氣 對 高陰氣